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玉里镇艺文中心 是南区首区一指的室内多功能场馆 提供各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租借 来举办各项展演、竞赛、训练、集会等活动 而为了打造完善且符合时代潮流的艺文空间 花莲县文化局就斥资了5800万元 来进行内部空间的功能整建 而今年底就会发包开工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玉里镇艺文中心是南区首区一指的室内多功能场馆 提供各机关、学校以及民间团体租借 举办各项的展演、竞赛、训练、集会等等的活动 为了打造完善并且符合时代潮流的艺文空间 跨离县文化局斥资5800多万元 整理内部的空间功能整建 我们希望让艺术下乡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而给我们表演艺术工作者更大的发挥空间以及尊重 另外也更希望能够提升我们表演艺术空间 让国外国际的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 能够愿意到我们中南区来 更好友善的环境 这是希望提供我们给我们花莲的家人相亲的 智长龚文君也表示感谢从一年开始 两千多万的经费到县政府调高到五千多万元 让花莲南区最大又是唯一的艺文中心 有更大的改建空间 那当然也要很希望因为艺术这边支援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建筑师这边也要拜托能够尽快的如直如实的赶快来把它完工 让我们的艺术证明对这一份的期待能够赶快来落实 艺文中心周边跟玉里镇公所 镇立图书馆 玉里国小 以及玉水尽停车场等比龄 为止适中 交通贬利 有利于各项活动的推展 营造玉里艺文乐活 城乡风貌 改善文化设施环境品质 并提升玉里镇的整体形象 更能促进证明文化参与意识与环境认同 接着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